哈囉 造型 那我們今天就來講我們的碰碰法師啦 那今天我們這邊登錄又有另外一個春節加年華下篇 那這次一樣是可以兌換我們的寵物的 所以還不錯欸 這次 然後這邊有一個新的造型欸 這邊要100可以換一個新造型這樣子 所以這次有我們這個景潔 上篇 然後還有我們這個下篇 那裡面都是可以領到我們寵物的喔 那大家可以兌換哪一些寵物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你們分享一下 那我們上一次的話這個龜龜啊 它基本上這五回合可以幫你擋一次攻擊力的喔 所以打年獸的話其實還算是蠻好打的喔 這個大家可以就是 如果有龜龜的話是可以把它帶上場的 我覺得還算是蠻不錯的喔 然後進化的話就是要同樣的才吃同樣的這樣子 然後你才進到我們那個史詩階級啦 好 那我們今天就來繼續我們的死前冰川 然後看一下能不能順利打出我們的好成績啦 死前冰川Lost GOGOGO 那試一下的話哲平都還是有在打我們年獸活動喔 那年獸活動的話基本上可以拿到非常非常多的綠寶石 所以大家也是盡量可以去打一下喔 好 沒問題 直接轟爛 反正我們現在有這個寵物 我說真的打關卡真的是比較輕鬆許多喔 好 這個是我們的弓箭手啊 直接被我們射爛耶 但我們沒有拿到加倍的球球喔 然後沒關係 現在拿也不遲 好 加倍球球都拿到了 然後我們這邊還有那個有沒有 還有導彈直接把他們倒爆了喔 然後我們還有寵物 沒有問題 先拿球球 反正基本上有特殊的敵人就是先把特殊敵人幹掉就對了 哇 哈哈哈哈 我的寵物都比我還兇啊各位 我寵物都比我還兇啊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 雷電球 電電電 好 先把特殊的這隻打死喔 沒問題 35 刷一波 然後 哇 越來越多這個特殊弓箭手了 先把特殊弓箭口給避掉喔 我們只有避一隻 咻咻 但是我們全部吸收掉了 其實他感覺他的攻擊力好像也沒有比那個 豌豆的那個射手還要可怕 所以搞不好只是冰原區的那個 另外一種型態的豌豆射手喔 這個造型不一樣的豌豆射手而已 Skin不同啊 好 這邊我們要交給小火龍 噴掉 謝謝 哇 全部噴爛了 然後我們看一下能不能這樣子過去 欸 可以喔 你看到 優秀的精準彈幕瞄準 好吧 還可以吃到技能喔 然後這邊死亡飛彈吧 噢 召喚師來了 先把召喚師給避了 好不好 召喚師很麻煩 召喚師只能死 好不好 召喚師必須死 欸 來了 兩隻啊 然後我們那個豬豬啊 是有機會讓人家就是麻痺的喔 還算不錯 只打召喚師啊 有沒有看到 只打召喚師 不管 召喚師先死 再見 召喚師跟補血師陣都應該先死喔 你看我們這邊烏龜把我們擋住了那個攻擊 很好用喔 小龜龜是真的好用喔 各位 呦 召喚師死了 召喚師死了就沒問題了 然後這邊一樣 優先擊殺召喚師 沒有什麽好說的 哇 擊殺不了 死定 我要被他疊起來 要被他疊起來了 看一下喔 暈眩 那就這樣進去吧 好 哇 那隻還沒死 完了 我們這場球球感覺超少啊 導彈球 GOGOGO 好 被埋住了 但沒關係 我們可以從這個地方進去 哇 插邊球 摩擦那個 敵人的臉而已喔 這邊勒 好 這邊至少 召喚師死了喔 召喚師死了 後面又來了 有點慘捏這個 先這樣進去吧 OK 好 至少打死下面那一隻了 但是召喚師這邊還在喔 召喚師又多了一隻 趕緊把他們烘掉 有嗎有嗎有嗎 哎呦 Nice 導彈有隻爽好不好 死亡導彈也是爽 血量增加 沒什麽東西可以選 好 那這邊的話 先把那邊烘掉好了 因為也過不去了 先移一下位置 然後我們再往左邊打 好 剛好 好 去吧 我的飛彈們 死亡導彈 好 OK 然後鬥喚師都沒死 完蛋了 反正絕對不能讓他們疊起來啊 疊起來絕對很麻煩啊 這個的話 沒有辦法 你就這樣進去吧 哇 一個開心的直接回來喔 哇 越來越多隻了 但我們現在有寵物可以幫忙輕輕些些 應該是還好啦 好不好 你看 寵物這邊還可以觸發死亡飛彈 這在幹嘛啊 這在幹嘛啊 這在耍87啊各位 完蛋了這個 好 那就 那就這樣子吧 全部轟爛 只轟到剩下一隻了喔 然後雷電球繼續 喔 可以喔 我覺得我們目前來說這個技能再加寵物是真的蠻爽的啦 好不好 尤其是有寵物之後 整個關卡通關真的變很輕鬆喔 寵物大好啊 來來來來 進去 進去 可以 剩下兩隻 然後這個要死了 讓他進去吧 哇 召喚師還是活著 那就是 這樣子進去 沒問題 然後 召喚師 開轟 好 這樣進得去吧 nice 雷電球 有 全部紅爆 就是這樣子好不好 nice 嘿嘿 召喚師不能讓他們疊太久喔 而且也不知道這關的Boss會是誰喔 那這邊的話我們這一次冰川新出現的角色就是那個弓箭手的 那那個弓箭手的話基本上 就比較像是 就也是跟碗豆射手差不多啦好不好 碗豆射手差不多 只是 我們這邊的話 能力上高出許多 所以他完完全沒辦法造成我們太多的一些 巨大性的傷害 看 全部吸收掉 嗯 太爽了 哎呦 這個 不處理一下不行了喔 裡面有那個 召喚師囉 完了 召喚師雖然只能召喚骷髏 但是 頂麻煩的啊 看一下這邊該怎麼辦 哇 這邊進去好了 沒有辦法 嗯 哇 來了 上面一群召喚師是要怎麼搞 而且被他們疊起來了感覺 只能靠寵物轟了嗎 寵物加油 而且龜龜這邊來保護我 龜龜 龜龜要下一回合才可以 完了我想一下這該怎麼辦喔 弄這隻 好 至少靠導彈轟死了幾隻召喚師啦 但是召喚師還在爽 好不好 欸 有一隻看起來不爽了喔 你先這樣弄死這隻吧 要打進去 至少一隻召喚師掛 沒問題 酒是這樣 然後繼續導彈 繼續導彈 來了喔 首頂是骷髏王 召喚師 你看有寵物這隻真的很爽耶 有寵物真的很爽 OK嗎 你看開始召喚了 欸 你來這個位置 哇 越來越多隻召喚師了 來這個位置不就是要我 迅速處決你嗎 而且敵人一定要那個欸 就是 一定要部數以上我們那個導彈球才會觸發欸 所以我們也不能先把這些小敵人打死 我們要打的就是直接針對BOSS打 直接針對BOSS打 他一次丟兩隻啊 好 沒關係啊 那我們就這樣進去啊 你我們沒辦法這樣進來嗎 哇 他怎麼沒有 這看鑽了一下漏洞了喔 死定了 完了 一堆往上套 有點小機會 連彈 連彈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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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人碰的到我 好不好 小火龍發射攻擊 漂亮喔 好啦 差不多了 要獲勝了 各位 謝謝大家好不好 有寵物是真的很爽啊 好不好 有寵物是真的很爽 nice 我們是冰川 順利成功啦 那這一次的話呢 我們這個嘉年華的下半季 又可以再給大家寵物了 那大家這次會換什麼寵物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大家分享 一起討論一下啦好不好 那我們接下來的話就是我們的暗影洞窟啦 再看一下接下來會有哪些挑戰 等著我們囉好不好 那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 很久不見啦 我們可不見了 有空 我們要眷色的 插著 感谢观看